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這些鑽頭的種類夾頭設計以及它的用途 那我們會順便分享一下我使用上的一些小經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這些鑽頭 我們會從兩個方面來講解這些鑽頭 第一種我們會從夾頭設計來說 那第二種我們會從它的用途來分類這些鑽頭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用途的鑽頭我們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常見的 當然還有許多我這邊沒有的特殊用途的鑽頭 從夾頭設計我們可以把這些鑽頭區分為三種 一種是這種圓餅的 一種是這種六角餅 另外一種是這種四溝的 有些人也叫它SDS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它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隻就是圓餅的從這裡拿出來的 這一隻就是六角餅從這個盒子拿出來 這一隻就是四溝的 從這個地方拿出來的 圓餅的這一種就是連接機器的這個餅它整根都是圓的 那這種餅就是只能使用在這種三爪夾頭的電鑽上面 圓餅的就無法裝在像這種衝擊起子機上面 這種六角餅的它連接餅的部分就是六角形的設計 六角形設計的都可以使用在這種三爪夾頭的電鑽上面 然後各位可以再注意看一下 它這個除了六角的之外呢 這個中間還有凹下去的設計 有點像我們一般衝擊起子機用的起子頭 所以這種六角餅也可以用在我們這種衝擊起子機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這種四溝的設計 四溝的設計是無法安裝在這兩種機器上面 三爪也不能用 衝擊起子機的這種六角頭也不能用 它只能用在像這種免觸力錘鑽上面 像我之前介紹過的DHR182 所以各位在購買鑽頭的時候 一定要購買正確的這個接頭規格 有的能通用有的不能通用 四溝的就只能用在四溝的機器上面 六角餅的中間有凹下去這種像起子頭設計 就是可以用在三爪跟衝擊起子機都能用 圓餅的只能用在三爪的電鑽 說完連接餅的規格之後 我們現在用用圖來區分它們 一般我們會分成磚金屬的 然後這種是磚木材的 然後這種是磚牆壁跟水泥的 一般磚金屬的它就會有圓餅跟六角餅 磚木材的它也會有圓餅的跟六角餅的 磚水泥的可能就會有三種規格 有圓餅、六角餅跟這種SDS的四溝型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磚金屬的磚頭 一般磚金屬的磚頭它的粗細會分的比較細 比如說它就會有2.5mm、2.8mm、3mm、3.2mm 所以它的間隔會比較小然後比較細 它的材質一般會有高速鋼的 然後有的是會有寒菇的 有的是會有杜鈦的 一般寒菇的跟杜鈦的它的硬度會比較強一點 也會相對比較耐用一些 如果是一般的DIY使用者 你可以買像這樣子一整組的 先買一整組 如果哪一支有斷掉的話 你再單獨去買那一支回來替換 像這種磚金屬的鑽頭 用一用如果鈍耳的話 市面上有賣一些專門磨這種鑽頭的磨刀器 可以用那個磨刀器再把這些鑽頭磨力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種鑽木頭的 鑽木頭的粗細它的間距就會比較大 比如說6mm就會跳到8mm 再跳到10mm、跳到12mm 比較不會像金屬的區分的這麼細 一般我們鑽金屬的鑽頭可以拿來鑽木頭 但是鑽木頭的鑽頭沒辦法拿去鑽金屬 這個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鑽金屬跟鑽木頭的不同之處 鑽木頭的這種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頭部這裡 中間會有一根像針一樣的設計 鑽金屬的則沒有這種設計 雖然鑽金屬的也能拿來鑽木頭 但是精準度上面來說 它這個中間有一根針的設計 能讓你提高鑽孔的精準度 像我這邊也有兩種鑽木頭的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兩種不同之處 這兩種都是中間有一根尖尖的像針一樣的 就是讓你定位用的 但是它的針設計是不同的 下面這一個呢它就只是像針一樣 但是上面這一個呢 除了像針一樣 它這個上面還有鑽紋的設計 有點像螺絲的尖頭 下面這一種沒有鑽紋的 它就是單純的讓你做定位使用 上面的這一種帶鑽紋的 它這個鑽紋設計呢 能讓你在鑽木頭的時候更省力 但是這邊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使用這種帶螺絲的 必須要配合有正反轉的手電鑽使用 這一種不適合用在鑽台之類 因為當你正轉鑽孔的時候 它這個螺絲可以幫助你省力 並且往下供 如果你不是鑽貫穿的孔的話 當你鑽到一半想要拔出來的時候 這種螺絲會讓你無法拔出來 你必須要把手電鑽切到反轉 才有辦法把鑽頭拔出來 所以不太適合用在鑽台之類的工具上面 下面這一種有帶尖頭 但是沒有螺絲的 就沒有這樣子的限制 我們這邊也留意到 像右手邊這一隻的餅 就是六角餅 左手邊這一隻是圓餅 所以左手邊這個只能用在三爪的電鑽上 右邊這個可以用在衝擊起子機 以及三爪電鑽都能使用 所以各位在購買的時候 如果你會使用在衝擊起子機上面的話 建議你就購買這種六角餅的設計 這邊這三種都是木頭的鑽頭 區別是在於 如果你要鑽比較小的孔 可以使用這一種的 那如果你要鑽再大一點的孔 你可以使用這一種的 這一種鑽頭叫做扁鑽 你看它中間也是有一根針的設計 所以它也是用來鑽木頭不能鑽金屬 那它的大小一般會可以到三公分左右 這一種的一般大小呢 大概就是到十幾ミリ 大概一公分多 如果你要再鑽更大的圓孔 你就必須要使用這一種圓穴鑽頭 這兩種比起來呢 這一種扁鑽的效率會比較高 這一種的效率是最低的 最不好鑽的 需要比較大的扭力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這種鑽水泥的鑽頭 鑽水泥的鑽頭設計呢 跟前面兩款又不太一樣 這種是金屬鑽頭 也能鑽木頭 這一種是木頭的專用鑽頭 前面有根針 這一種是水泥鑽頭 長得有點像金屬鑽頭 但是它這個旁邊會多了兩根 像翅膀一樣的東西 它這兩根翅膀的設計 主要是用來排血用的 因為當我們在鑽牆壁 或者是水泥的時候會產生非常多的那個粉塵 它就需要靠這兩個翅膀來把那些粉塵 從洞裡面排出來 我這邊這三隻呢 都是鑽水泥的鑽頭 各位可以注意到 它三種接鑽的規格都有出 像這種SDS的四溝的 像這一種是圓餅的 像這一種呢 是六角餅的 所以在購買的時候一定要符合你的機器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種六角餅呢 因為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使用高張力螺絲 那我們只需要鑽一個小小的孔 大概是3.2mm的孔 然後我們就可以使用高張力螺絲 用衝擊起子機鎖上去 那種情況下 我買這種六角餅的鑽紋 我就只需要帶一隻衝擊起子機就好 這邊我個人的使用心得是 一般小型三爪的振動電鑽 比較適合鑽6.5mm以下的孔 以我個人的使用習慣的話 使用衝擊起子機或者振動電鑽 我大概只會鑽大概3mm左右的孔 如果要鑽到塑膠壁壺以上的 5點多或者6點多mm以上的 我都會使用這種四溝的免出力電鑽來鑽 因為效率實在是差蠻多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的幾款特殊鑽頭 這款是玻璃鑽頭 主要是可以拿來鑽磁磚 它的設計也是比較不太一樣 它就有點像那個弓箭的那個箭頭的那種感覺 這種鑽頭我主要是拿來鑽牆壁的磁磚 磁磚部分鑽過去之後 還是得換水泥鑽頭來鑽後面的混凝土 這種鑽頭是為了希德鑰鏈的安裝孔設計的 我之前有一個影片在講希德鑰鏈 這種鑽頭我們叫它砂拉刀 也有人叫成孔鑽頭 它的設計就是中間裝了一根金屬的鑽頭 可以裝大概2.8到3.2mm的金屬鑽頭 它的用途主要是 有時候我們想要把螺絲頭 埋到木頭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種沙拉刀 來預鑽一個孔 它在鑽孔的時候 前面這一截3mm的鑽頭 主要是先預鑽一個孔 讓螺絲比較好鑽進去 它外面這一圈也是一把刀 那你在鑽的時候 它會鑽出一個8mm的孔 一般的木螺絲頭 會小於8mm 所以就可以把整根螺絲鑽進木頭裡面 然後你還可以再使用一種取木塞的鑽頭 取一個8mm的木塞 然後蓋在那個孔上面 你就看不到螺絲頭 看起來會比較美觀 這一組的話 就是圓穴鑽頭 它會有各種不同尺寸的圓穴鑽 然後這種鑽頭主要是拿來鑽木頭的 像一般我們房間的門把 有個圓洞 它都是使用這種圓穴鑽頭來鑽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手電鑽 配上這種圓穴鑽頭 鑽比較大的孔 建議你使用扭力比較大的手電鑽 因為扭力不夠大的話 這種鑽頭經常會被木頭夾住 不太好鑽 我這邊還有一支這種鑽頭 這種一般會叫做銀孔鑽頭 這種只能鑽木頭不能鑽鐵 它的用途主要是在你鎖螺絲之前 先在木頭上面預鑽一個孔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要將螺絲鑽到石木上面 有的時候因為太靠邊 或者是木材的特性關係 怕那個木頭裂掉 那我們就需要預鑽一個孔 這種是專門銀孔的鑽頭 它是比較細一點 大概是2.8mm左右 那你如果沒有特別買這種銀孔鑽頭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金屬的鑽頭 大概2.8到3.2mm都可以用 用2.8的話你的螺絲鑽起來會比較緊一點 然後這種鑽頭非常容易斷 它也是六角柄設計 所以你可以用在衝擊起植機上面 鑽好孔再鎖螺絲 都用同一隻機器 我們今天基礎的鑽頭介紹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喔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